我是國路十二的張維博 然後我今天要報告的是樹林 然後樹林它是一種邏輯遊戲 然後它的規則還算蠻簡單的 而且已經過程了很有挑戰性 你去幫他按滑鼠下一頁 玩家去找出畫面上的相名樹堆 然後就可以重複 維博你上來講 01和10的四位同一種 他們會幫你按下一頁 你就喊下一頁就可以了 像左邊這個圖 這是完全解開的一張圖 就是在這裡面可以找到10 但是就是不會有01的情況發生 因為會判定10跟01是同一種 然後這張圖就是標準的3乘3 就是只有三個數字 只有四個數字就是0到3 然後最高的數字就是133 你就喊下一頁就可以了 然後要解開這個遊戲 其實是有一定的步驟 一開始會選擇從00開始 因為00其實基本上是最好找的 所以就是在這張圖裡面 先從這個00開始找 那因為在左邊這張圖 這場遊戲裡面是有 就是五個0全都連在一起 所以要找的話會一個人困難 然後因為比較標準的那個棋盤就是3乘3 那就是依序從01、02、03 然後11、12、13、22、23、33 這樣子下去解開來 那還有4乘4、5乘5、6乘6的一些其他的 畫面左手邊這邊 最多到20乘20 那個就有點想挑戰人比 那像現在畫面上看到這一 首先就是從00開始 那這邊有三個連著的0 那就先隨便試一個 然後是01、02、03 然後11、12、13 然後這邊就會出現兩個二閃 所以就代表一開始的假設是錯誤 所以只好會有序就是 那我們假設現在就是08的一個情況 但是二倍公主 二倍公主 二倍公主 所以這個也是錯誤 總之呢就是 照著這個步驟下去解的話 把每一個可能都是一遍 那邊做一個成功的 因為這個這個網頁開 就是每一次好像打開的第一體都一樣嘛對不對 對…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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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關係,他就跳過了,沒辦法,上解開就先跳過 就是讓他自己產生判定是成功或是失敗或是 就是沒有辦法判定你是贏或是 那我的報告就到這裡去